萨团长好 非常高兴来汉森电台 以及接受主持人基敏的能够访问 谢谢 好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这个分团长 韦芬你好 大家好 我是木造国中同军团团长韦芬 很感谢受到基敏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 那萨团长一开始先把我们讲这个 第八分团怎么这个形成好不好 大概哪一些同军团组成 OK 第八分团是由这个台北市 大概七个同军团所组成的 那主要是这个传信同军团占一大部分 另外还有木造国中的同军团为主的 大概六位伙伴 那么另外还有来自台北市 四大附中 大理高中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敦化国中 所以大概有这个七八个分团的 这个共同组成 那么三四六个伙伴四位团长 韦芬团长跟我们讲一下 木造国中的参加情形 其实木造国中这一次参加的六位伙伴也是联团伙伴 因为我们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都跟天母国中 还有实践国中同军团一起办活动 所以我们六位伙伴里面呢就是有天母国中跟实践国中 还有木造国中三校的联团伙伴一起参加 那大部分是高二升高三 然后有一位是升高一的同学 这一次就是虽然高二升高三功课压力蛮大 但大家去到就是世界大陆营回来之后都一致的回想 就是觉得虽然学测书服没有参加 但很值得 申长讲一下为了这一次的一个世界大陆营 你们分团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集训跟准备 是的大概在一年半前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报名 那么真正的总会是在去年大约9月开始 成立这个中央民国代表团的这个筹备会 那么筹备会开始了以后运作开始 那么编团也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就在12月的6号召开了第一次的 我们第八分团的成团寿命会 那个时候就非常感谢 借用慕扎国中这个教室来作为 请这个维分团长提供这个场地 作为我们成团寿命会的一个报告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邀请了所有全地的伙伴 跟这些伙伴的家长一同来来参加 那我们把我们这个团的组成 以及未来的训练计划 以及参与这个世界大陆营 为什么要去这些意义啊 来跟伙伴分享一下 有做几天的一个集训吗 有我们这次整个大概集训是差不多 六次的集训 我们在12月2号成团以后呢 因为警戒的1月份就是这个学校的期末考 那么以及这个农历信念过年 所以我们从2月28号开始啊 就办了一个三天两夜 利用这个连续假期 办了三天两夜的这个团的露营 那么2月份办完以后 就从3456 那么还有7月 总共将有5次连这次连团录营 所以几乎是每个月一次啊 这个我们的集训活动 所以是集训的时间非常密集 集训的重点有哪一些 除了技能还有哪一些 我们除了这第一次这个团队的这个默契训练 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刚刚讲来自七个分团 所以大家皮子伙伴其实是不认识 利用这个露营的期间呢 我们就大家来做一个相识 相见欢 那么利用这个露营的期间来训练我们催事 训练我们这个大家的分工合作 这个能力 那么其实在后面几次集训呢 我们着重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个准备 因为这大露营中间有一天 7月26号是这个文化日 这文化日这一天是开放全营区啊 大家全体的伙伴都可以互相来观摩 自由交流 对自由交流 所以我们要交流 我们就要准备一些吃的 那么看的玩的 还有一些手工艺教人家怎么做 所以我们着重在这几个方面 所以这几次训练 还有一个体能训练 最主要因为我们这个21天的出门啊 这个尤其时差差了12个小时 所以我们在大露营 这个整共营地12天 出来在航班跟这个旅游啊 旅游6天 总共20一天 这个是长期的 长天期的一个体力浩劫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露营训练中 也做了体力训练 大概片中文化交流 跟体力训练这方面 好我们稍后再来讲这个细节 先讲一下你分团长的一个工作吧 这一次在第八分团里面 其实我负责的大部分是课程的部分 因为我本来自己就是老师 所以就是我这一次的文化日 所准备的所有的内容 基本上以教学部分 比如说像我们有教折纸的粽子手工艺 那这个部分就是由我来做主导 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有准备一些表演节目 像是土风舞 像是戏曲表演 然后还有热门舞蹈 这个部分都是由我来做指导跟安排 那还有整个集训的流程规划 然后场地租界 这些通通都是由我来做负责 那其实到营地之后 我的工作反而比较轻松 基本上就是陪伴孩子 就是度过营地生活就可以 因为事前工作其实已经准备的蛮充分的 对那也有跟孩子们提醒说 因为这一次去到美国交流的部分 一定都是用英语来做交流 所以其实在成团之初 就是我们就有要求孩子要做英语自我介绍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那个英语的试讲 这样子 好 萨团长先跟我们讲一下 2015世界大陆你有带团对不对 跟这一次的一个差别 整个日本跟美国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吗 这个在我感受来讲差异非常的大 我想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他的这个主办规模是相当大 那么参与的国家参与的人数 以及他的场地真的是世界级的 我们能够有机会去见识见识 真的不容易 那么第二个我是很佩服这个美国 在做这个事前准备工作 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么他给每个人一个叫做所谓编号 所以就等于你的一个身份证号码 在这个大陆营中间有一个call 你按照这个call 他可以统计说所有参与的人数 那么同时根据这个call 他可以制作你的一个所谓novus的一个手环 把你的个人资料都秀在那个里面 所以你按一按的BB一声 你的这个个人资料跟朋友的资料都在里面 可以交流 可以交流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对于这个活动的安排 非常的清楚 他所有他有一个adventure的一个活动 里面有大概有13项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Walter Ruffin的这个所谓 河上漂流 溪流泛舟这个活动 他特别要求你 你要家长填同意书 好几项同意书你要自己填 家长填 填了以后你要用这个 用这个扫描 然后传过去 他收到 他才算数你完成这个报名 就台湾要先准备好就对 这个报名的程序非常的严谨 而且就大量的应用这个电子的 这个这个所谓的运算功能啊 来把所有的这些团员的资料都纳入一个 集中的一个大数据的控管 所以完全的这个事前的准备 而且在填报名表的时候 那个栏位非常多非常复杂 你是什么宗教 你什么吃什么不吃 你有什么病 你有什么疾病是避免的 或者你吃了什么药 这些东西填的非常清楚 然后你的联络 第一紧急联络 第二紧急联络 你的email 你的电话 哇我的天哪 简直是身家调查 填的非常清楚 那我也是真的是很佩服 就是说美国在做这个 这个事前准备的时候 是我过去这么多年参加国际活动 从来没有碰过 一次在事前准备工作 做了这么复杂严谨 严密的 上市这个有很大的差异 有很大的差别 真的 日本在做这个报名 是透过总会来报名 你从日本大会 弄一个报名单 透过总会 传到各分团去报名 按照那个表填就好 这个不是 这个是直接 直接大会就过来 透过总会转机过来 你填了报名表 直接按一按就上传到 这个大会去 就个人要直接回复就对 没有透过 个人要直接回复的 有些他跟我刚刚讲 你的资料签名完了 签名档 你要用扫描传出去 然后他就 来一个email告诉你 说我收到你的报名资料 他回复你 所以如果没有回传 就等于没有报名成功 就不能完 没有报名成功 对 所以他回传你 你收到 我们有个群组 大家就会通报 说 有回传了 你收到没有 我们大家会通报 小孩子就说 家长会 我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 我说你再看看 再看看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有的家长就会急 说我没有收到 别人已经怎么收到 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是非常严密 这个很佩服 在这个事前准备工作 真的是非常周到 很佩服 过去有没有参加其他 国际大陆 其实我上一次的经验 就是跟那个少团长一起 也是一起的 参加日本大陆营 对 那我觉得比较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 应该是说 孩子们有反应 因为我们 根据我们的经验 都是以为活动模组会是 比如说一个早上一个下午 然后小队会一起走 可是我们之前 也接受到一个讯息 是美国大陆营这边 会希望是所谓body system 就是他们希望孩子 两个三个 然后一起去玩 那所以后来在 露营的期间 就有小孩反应说 那如果说我们 想要两个三个一起去玩 可不可以 但是我们事前的沟通 是希望大家 还是以小队拆成 AB组的方式来做行进 因为我们一方面 是安全联络的问题 二方面是 如果真的有发生 紧急状况 需要照顾的话 这样比较好处理跟联系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 如果一直圈着孩子 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做的话 他们会有很多东西玩不到 所以其实我们身为团长 也是临时在营地 有一些应变 就是后来孩子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早上六点 就起床去排队 好 那就开放他们去 所以我们营地的作息就有调整 例如说我们升旗就有一天是暂停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孩子要去排Big Zip 他们就希望可以去玩 提早去 对就提早去排队 然后或者是说 有些孩子很想去参加宗教区的活动 有些孩子想去GTV 然后有些孩子想去就是Climbing Wall 不同的体验 那有些孩子就会说 可是这些我都不想去 我想去玩水上 那所以他们后来就是也有灵机的做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日本大露营 跟我们一般国内露营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希望是小队全队 然后带着走 团长也可以跟着走 可是美国大露营的形式显然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做 更自由就对 对他们希望孩子自己去自由探索 这一点是倒是蛮不一样的 对啊这一点好像是我们这个 一直在国内有很多讨论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大露营都是模组 安排的太紧凑 时间把大家压迫的很紧凑 少了他们那个自由活动交流的时间 对 然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他们 比如说去玩玩水上 因为排队要排很久 所以他们排完之后 然后玩累了 他们就在旁边充电在休息 可是此时他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国外伙伴也一起在休息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国外伙伴有一些生活上的讨论跟交流 所以他们有时候也回来分享说 我今天在休息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谁谁谁 可是这个是我们一般在国内做半天模组比较难达到 国内好像都把时间压榨的很紧凑对不对 就是怕他们这个活动太无聊太单调 被抱怨这样 我想这个是刚刚我们微分团长也讲到在这个活动的设计上啊 这次美国世界大陆营的这个制度跟我们不管是在国内的同龄活动 甚至我都过去到到美国或到到到到日本或者到蒙古啊 所参加的这个活动的模式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过去在国内或者是在日本都是所谓模组就是模组活动 那每天哪个分营区去参加哪个模组 给你照规定跑照表操课 这一次他在我们出发前就来了一个通知说 你们可以body system就两个两个 甚至这两个呢可以跟外国伙伴都可以成为两个 结伴都算两个 所以这个让我感受到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我们同龄过去同龄制度 所谓小队制度的一个概念就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文化日好不好 这个好像萨团长你们在前面就有做一些准备 不管是我们台湾的特色以及食物都有带过去对不对 是给我们介绍 我想我们这次文化日主要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吃的方面 吃的方面我们准备有几项 我们有那个什么炒泡面 还有面煎饼 还有做那个珍珠奶茶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就在我们228团录影的时候 我们就先试做过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只要采购材料就带过去家庭就熟 哦结果这个珍珠奶茶 你晓得这个是大受欢迎 甚至他们讲后到小宝 孩子回去说这个团第八分团有珍珠奶茶 都跑过来了 都跑过来就为了喝那杯珍珠奶茶 我们还有加冰块 在那个大热天加了冰块 哇凉啊太棒了 那我们还有舞蹈表演 我们在练了三个这个民族舞蹈 有这个土风舞 然后还有这个热门舞蹈 那么还有一个戏剧表演 戏剧表演因为维芬他自己参加这个所谓的 这个叫做 十大歌仔戏社 歌仔戏社 所以是你带的 对他有整套了这个服装 所以我们整套了36件服装都带了过去 还有道具 我们做在戏曲表演 我们做这个叫做 这个戏曲表演在大露音上 在分音区也做了表演 舞台上做表演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手工艺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天灯 折子天灯 折子这个种子 还有做中国节 所以我们在现场就摆了总共有四张桌子 我们一张桌子就是做书法写书法 我们有扇子总会配的扇子 我们就在上面写说 这个比如说维芬滩长 他英文叫Micky 我们就写了米奇 外国人一看我的中文名字叫米奇 帮他英番中就对 对英番中他拿了就走了 我的中文名字叫米奇 比如说有人叫John 我就写你是约翰 我拿了走了 很高兴一面扇一面带的走 看到中文书法 那我们还做了一些手工艺 当场就教他做这个折子 天灯在那边做 那么还有最受欢迎这个泡珍珠奶茶 我们在后台有一个桌子 哇加冰块加鲜奶 我们是大陆一个超市买的鲜奶 真正的鲜奶不是奶精啊 鲜奶泡的 我们那个茶是台湾带去的这个红茶 所以这个泡出来的珍珠奶茶是台湾味 对不对 所以这个原汁原味 哇大受欢迎 煮珍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因为好像很多分堂都有带珍珠 带过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很普遍了 是现在满普遍 大家都会玩 要有耐性啦 早点起来煮 我们那天五点就起来煮 要小火是不是 对 滚了之后再小火慢慢 应该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可以先开到中火 因为他要先让他水滚 然后等到真的滚起来 珍珠浮起来之后要再加一点糖 一点点 然后用小火闷闷到熟 然后最后再用大量的糖去调味 看要调到多少甜度 对因为不会煮的话 里面会没有熟对不对 对对 就外面软里面硬这样 对 唯芬他长 跟我讲一下你刚刚讲那个歌仔戏 你带哪一个这个戏曲去表演 哪一段 其实我们没有认真让孩子学那个唱段 因为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真的太困难了 对因为歌仔戏它就传统艺术要结合唱腔走位 然后还有声段 然后跟道具 那可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体验活动 然后我们希望让各国的人认识一下我们的表演艺术跟表演文化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选了霍原甲这首歌 虽然霍原甲这首歌已经有点小旧 但是因为他的气势上还算 蛮激情的 对还是蛮热闹的 然后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比武招亲的这样子的戏剧桥段 然后所以把孩子们分成有家丁 然后有这个楼楼 然后还有主要的两个出来比武招亲对打的选手 然后有安排小姐丫鬟等等这些角色 然后让大家在一首歌里面轮番上阵 然后可以顺便就是展示一下戏服之外 也展示扇子 比如说功夫扇 比如说团扇 比如说飘扇 然后也展示了手绢八角筋这些道具 那让他们用不同的道具展现不同的身段动作 然后在一首歌里面完成比武招亲的这个目的 然后最后小姐就抛袖球 然后抛给其中一位 然后就圆满的ending这样子 那用一首歌的时间大概也就个三分半钟四分钟 他们应该会急性乱演吧 其实他们不会 还是真的都照拍戏 他们没有办法乱演 因为他们有点紧张 他们就想说糟糕我落拍了这样 会有点害怕 那我们因为一开始是 以前在日本大露营是有一个机制是说 我们在分营区的营火里面做一个表演 那如果表演不错 我们可能会到就是 在网上选拔 然后最后可能到最后一天 有一个扫街的活动会在那边表演 但这次显然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只是我们在C1分营区这边 他们就有邀请我们说 文化日的下午有一个时段 让各位展现各国的传统的 traditional的一些演出这样子 那有歌唱啊跳舞啊带活动游戏都可以 所以后来我们就让孩子去报名 所以他们就穿戴整齐然后上阵这样子 那因为角色的角色有限 所以我们很多也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这样也是有对 然后所以这一次的戏曲活动 他们大概练了 其实前前后后这样练起来不到两个月啦 是对就能够有这样一个很完整的呈现 我觉得很厉害算速成就对对 好最后两位讲一下这次的带团的这个心得 以及这个看到小孩有哪一些这个成长跟改变 上队上 我顺着刚刚伟分团的讲这个文化日的这个表演 我们第八分团那天文化日的时候啊 我们大概C1分营区可能有50个分团了 那个C1分营区的那个营主任啊在那天 他又到C1去文化日每个分团都去绕一绕 绕完了他回来到我们分团营地来跟我们讲 他说you are the winner 意思就是说你们分团啊 他看了一圈以后他说你们分团排队的人最多 最受欢迎你们的项目最受欢迎有吃的有玩的 还有喝的 所以他就他就给我这句话 然后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当天下午啊 到分营区去开会的时候 当众表扬在这个分营区的团长 会议里面当中有表扬说第八分团做得很好 然后后来隔了一天呢 他到我们这个分营区来帮我们挂领金 因为我们领金啊那有几个分团 比较团长领金比较晚拿到 他来挂的时候又跟我们讲了一次 他说你们做得很棒 所以我想我把这个成果啊送给 借这个机会啊送给第八分团所有的孩子 所以你们表演的真棒 是是是是 这整个分营区里面选出来最棒的 他这个银主任他自己觉得 是啊是啊 他绕了一圈嘛 他绕一圈他都看过 他回来跟我们第八分团这样讲 那天在团长会议上面 其实银主任也是跟大家讲说 就是台湾来自台湾的这群伙伴 真的很认真很用心 那大家也都他说他没有超少方面觉得很可惜 对然后但是他也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们都在营区里面忙 所以他很邀请其他的分团 赶快来 不是是他那天晚上团长会议是说 希望别团别的国家可以邀请我们 去他们的营区做客 因为林华人那天我们都在忙都没有出去玩 所以他诚挚的邀请其他国家 要来邀请我们去跟他们做交流 所以也因此我们后来得到了一个 跟爱尔兰伙伴交流的一个晚宴的机会 对就是他们就想说我们文化日都好忙 不然我们来做一个晚上的吃饭的一个交流 这样子 所以他是当着大家的面有赞许第八分团的表现 所以在爱尔兰有吃到什么特别的食物吗 这个跟金明主持人报告一下 我是觉得那个诚意非常感动 特别要求 就是因为在这个分议区主任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希望其他团如果有机会 可以邀请我们这个台湾的第八分团来交流 所以那个爱尔兰团长来跟我们讲说 欢迎你们来做客 所以我们20个人到他那边去 两个小队去他那边 他两个小队到我们这边 那我们去他那边 报告金明主持人 没有什么特别东西 通通是营地的东西 就是一个汉堡面包加一块肉 然后一点生菜就这样 非常普通普通 再普通都不过了 然后配一杯咖啡 但是我觉得那个诚意真的废口 人家想到我们来自台湾的第八分团 是是是马上回应就对 不过爱尔兰的另外20个孩子来到我们这个营区 我倒是觉得蛮特别 因为那天我们已经开始吃逆营地的食物 吃不习惯了 所以那天晚上刚好我们有孩子做了那个腌鸡肉 然后我们做了那个柳橙炖绞肉 这些小料理 就开始走台湾味的路线 然后爱尔兰的伙伴呢 吃完之后有两个感想 第二感想是鸡肉真是好吃啊 这样因为他们大部分的鸡肉都是隔水加热嘛 然后不然就是稍微焖过 就白煮就对 对对对 大部分营地是这样子操作 因为都是隔水加热的方式 那他们吃到这个腌的然后辣的炒的觉得很兴奋 鸡肉很好吃但是因为我们加了辣椒 台湾带过去的 没有是他们那边有卖干辣椒 但是就是弄的很台湾味 就爱尔兰的孩子就说鸡肉很好吃 但是辣到我的舌头感觉现在好像可以噴出火来 这是他们说的 印象深刻 对然后他们就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就送了我们一些小礼物 就是比如说他们有他们国旗颜色的一些小蜜蜂的夹子 然后是我们有一人一份 这样我觉得这就是诚意很令人感动啦 真的是这样 好谢谢两位团长为大家分享 我是王兴昊 我来自木扎同军134团 我是黄振宁 我来自346传新开放式同军团 然后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们这次为什么想参加这次大露营 因为之前就是在高中刚到高中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露营活动 然后就是一年有北九 然后全国同军大露营 然后接下来就是世界大露营 就想说连就是连贯的这种梦幻的露营阵容 还有那个露营的那个排班就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很想参加 你就从去年一路参加到现在就对 前年 前年 好 那我是因为也是从小时候参加过大大小小露营 然后接着是我哥哥他也有参加过上一次23届的世界同军大露营在日本 那就听他的分享就非常的吸引人 然后所以我就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就一直期待着这次大露营 为这次大露营你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功课 就是在之前的集训有做一些有关于台湾的文化的点心美食 还有一些表演的活动 语言呢 没有特别因为平常在学校就有学英文 就想说这一次可以有能够发挥自己英文实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怎么样感受有充分的发挥你的实力吗 有 就交到不少朋友就有有有 而且因为是在美国所以就讲英文大家都听得懂 然后对其他语言就都还好都不太会说 但是英文就蛮够的 那你们有没有遇到那个你以为跟他讲英文结果他不通的 就是原来世界还有很多国家的人不是只有英文这样 没有我只有遇到一些就是口音比较重的 要听个大概第二编辑上面才听得懂 就是对因为因为我们也不习惯他们的口音 然后有些来自别国的口音也比较不一样 就是跟我们台湾的比较差比较多 那就听不太懂 后来就是多讲两三遍就懂 这次有没有哪一些活动是你们特别印象深刻的 这次大露营 有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团有一些伙伴有集体去参加泛舟这样 然后那个泛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为什么印象深刻 因为第一个就是平常其实不太容易结束到这样的运动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那个指导员非常的非常的亲切 还有很幽默 对然后跟我们就是可以聊得很开 然后在做活动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互动非常的有趣 所以不是泛舟很刺激就对 是因为很有趣 那那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有很多的因素这样 然后我是对打飞把的部分比较有兴趣 哦 实弹的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就有拿来福枪有拿猎枪 然后就去 然后一人大概是一次是五发子弹 那有些战会比较多 所以总共下来我们 就是他总共有两个地点可以让你去打 打飙把的地方 那我去那个大概总共打了快三十发吧 所以你成绩怎么样 真的有打到飞把吗 就是有 他飞直的其实蛮好打的 我十个里面大概中了六七个 然后可是可是有些是飞狠的 比如说从左下飞到右上 那个就比较难 就比较难描 然后而且很难中 所以还是有难易度的一个差别 对 嗯 好我们接下来讲个一些晚上的一些活动 你们大概晚上都在干嘛 哦晚上 其实每一天几乎都有 就是在我们的base camp里面的那个舞台 都会有一些像晚会或者是电音趴 DJ趴之类的活动 就是其实我们团长都是让我们打打底完之后 就是让我们尽快可以出去玩这些活动 就吃完晚餐就自由活动就对了 对对对 嗯 然后没有跑到别的分营区去跟人家交流吗 去找朋友交换什么部长 有我们像我们就有在我们是在C营区 然后里面有C1 然后就有换部长 然后换一换 有的时候就是 因为毕竟我们台湾团的在C1的就我们这一团 然后有很抢手是不是 就是因为该怎么说大家都带很多部长 然后就有点类似泛滥吧 就大家都有了 然后就去别的别的营区去跟另外一个营区的其他伙伴去换 你有换到什么特别珍贵的吗 或特别喜欢的 特别喜欢的吗 我有换到一个是就是他们是百年百年大露营的 是在2017吧 他们的活动的领巾 领巾啊 对 那有什么衣服啊背包什么的 没有我衣服和背包都没换到 我有换到一个来自葡萄牙的伙伴 然后他跟我换的那个T-shirt上面是有印各国就是各历届的大露营的地图 然后就是就很有很具有纪念性 很珍贵啊 对对对 交朋友来讲一下有没有特别投缘或是遇到哪些 有我们有一天晚上看英国团的进行类似练义活动 然后就我们那一周就聊得蛮开心的 然后后来又有留IG之类的 然后他们有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的文化 像是他说他们在圣派催客节上面 他们大家都会喝一点酒 就是比较特别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样合法吗 他就说如果家长不反对的话 那就是合法 有限定什么酒吗 没有耶 他说就是那条街上面他们都会去喝一点 大家都喝就对 对就大家都穿绿色的 然后就整天那边开趴 然后就会喝一点 我是在那个大概第五第六天吧 就是文化日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准备一些活动 然后有就是会有伙伴 国外的伙伴来参观我们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我是做 我们是叫他们做领竞圈 然后有一些伙伴就是看到这东西非常的兴奋 然后跟我聊很久这样 领竞圈不是世界各国每个童军都会的一个基本的技能吗 我其实不确定国外的伙伴会不会 但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是材质不一样或者是什么我不确定 他们好像外国比较常打豆腐节 就是走在路上看他们都用 对几乎都是豆腐节 就很少看到这边有套粘粘圈 讲一下食物有没有特别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食物 他们美国的食物 因为他可能是为了让我们活动的时候会方便活动 就是不需要还要特别回饮区煮饭之类的 都比较轻便是吧 对他们有很多的行动粮 然后一些干粮比较多 可是其实就是他们类型其实蛮单一的 对所以其实吃多会腻 而且他们都比较重口味 都很咸 不然就很甜 对 是美国的美国人都特别爱吃这两样味道就对 对感觉像是对像他们辣的好像就比较少 嗯 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在这么多天的这个体验里 嗯 我们就是我们团里面有一位伙伴 嗯 他可能吃不太乖美国的食物 结果怎么办 所以他就就是想办法在美国弄一些比较类似材料的 就是食材可能像酱油啊豆腐这种东西 就是自己在营地里面做 比较跟台湾味就是有结合的食物这样子 哦弄一大堆调味料来做 比较习惯的味道 对对对像我们有做麻婆豆腐 然后 他本身就会煮吗 他是在高中团的时候大概高一 就是那个菜鸟 对不是他是那个高一童菌菜鸟 就是要帮学长煮饭 所以要常常练习 就被训练出来 对 嗯 没错 有没有一些比较 八卦的事情 有没有其他小队员的一些八卦 都没有人去交女生的朋友吗 哦哦我们有一位 他里面有一位伙伴 他就跟一位英国团的伙伴 聊的很投缘 然后后来就有 就有点像在交往那样 这么快啊 这么短的时间 12天女朋友之类 他是这样讲啦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对方是不是 就是没有实情 可是感觉他们就是蛮亲密的 就很好就对了 对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很帅是因为他英语很流利 你们 没有注意 因为这是就是比较私人的部分 而且他去和那个英国女生聊天的时候 我们也都没有在旁边 对都没有在训练 他都自己圆一圆 然后跑出去 独行就对了 对对对对 我让你们跟了 感觉独行的成功几率比较高 你们有没有遇到那个 其他国家那种 比较特别的国家的同军伙伴 这个我们平常比较不熟悉 或比较不常盯到的 可能一些在就是非洲国家来的伙伴吧 就是感觉他们特别的热情 一看就看得出来吗 其实大概知道 就黑吗 有一部分是黑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其实 讲话又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你一听大概就知道就是 他是非洲来的伙伴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热情 就是好像就是 哦开始跳 就是直接拉那种不认识陌生 就一起进去嗨这样子 就你还没主动 他们就先主动 对可是你自己还没有 进入那个状况 他就已经把你拉进去 然后待会一起玩这样 好 然后你们前后天的一些 参访行程跟我们聊一下吧 这个你们还有去哪里 这个除了大令之外 做我没去 因为我是 我们的行程比较有这个活动 然后他们行程就是 只有去录影 然后就回国 哦 那我们去之前有先去 呃 纽泽西 然后华盛顿DC 有看 有看 有进去那个 国会去参观 嗯 对 然后那结束以后 我们在纽约待了 两天 然后在纽约有没有感觉 比较那个 纽约是不是安检 什么都比较 比较那个 他们常叫安检 像我们有一次是去 呃 是去自由女神的那个岛 还有爱丽丝岛那里 嗯 然后就有安检 然后刚好我们一起去的 的 因为我们 我们和另外一个分团一起去 然后那一个分团有人 不小心带了瑞士刀 然后就直接被 没收 直接丢掉 哈哈 他就直接找出来 然后就说 可以给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给他丢掉 另外一个是拿回车上放 可是那时候我们已经下车 然后排队排很久 来不及了 对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就只好丢掉 然后导有去问他说 那可以放在这里 接最后再来拿吗 然后那里案件的人就说 不行 就直接丢掉 不能借放就对 对 就回不来 好 最后两位讲一下 这次的一些成长好不好 你们觉得你们个人 在哪方面收获最多 嗯 我觉得这一次 就是在国外的露营 跟台湾的露营 比较起来就是 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 嗯 就是像以前 在台湾的露营 就很多是模组活动 那他是已经帮你规划好 可能今天要干嘛 明天要干嘛 就是 对可是在美国大露营就是 他告诉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自由选择 对就是摊给你就是所有能玩的东西 那让你规划说你第一天想去哪 第二天想去哪 嗯 就是 基本上就是让你自己规划 自己安排 对可能就是在规划的能力上面要比较多 不然就是感觉像你都要就是每天都在混 这样 可是不是每个距离都很远吗 所以每天都要走很远 对不对 对啊 那就是你要规划你怎么走 大概要等多久 然后活动要多少 这都就是需要一些经验 然后再加上你的规划能力 就是要非常的 大概就很精准的可以判断到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就可能不会被卡在路上之类的 所以要玩的很开心跟玩的很那个就完全看自己的选择就对 对对对 那郑林呢 我是觉得我是感受到外国伙伴的热情 嗯 对就是他们都很热情 比如说走在路上他听到你的音响在放歌 他就跟你一起唱 嗯 然后就一起拍手 然后晚上去party的时候就大家一起跳舞 然后比较不会拘泥啊 像我观察到的像来自亚洲的伙伴 都比较拘泥就是大家在前面嗨的时候 对 关系自己的面子 对我们就很多人都站在后面 因为我一开始一开始去一两天也是这样 就是比较放不下身段了 然后后来呢就非然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就觉得来美国就是要这样 嗯 对所以我就进去和他们一起玩 然后发现嗯 他们就非常热情 然后看到就跟你一起聊天 你们有没有额外买什么东西玩 纪念品什么 其实不多 我们有去逛美国的商 就是可能给你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这样 有去逛一下他们的商场 就是 其实东西都算蛮实惠的 对 然后我买了 我是买了两个耳机 他们一个耳机好像只要一两块美金就有了 大部分都嫌得美国物价贵 你怎么你觉得实惠 其实要看地方 我也是觉得很贵 我是可能是我们去的地方在中部吧 就是可能没有比东部这些 就是物价比较多 因为我们 而且我们去的大概是大卖场这种 比较生活化一点的地方 它东西可能就比较便宜一点 是是 我是觉得他们东西都是比较贵 而且一个很讨厌的是 他们的税不会算进去 所以说你要结账的时候才会发现多少 不然就是你得自己去查清楚说 他的税 那个物品到底刻多少% 要自己算 顾外要付更多钱就对 就是跟他标价不一样 都多算一点 税还会加外加就对 他硬在所谓上 好谢谢两位 谢谢 来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次世界大陆营中华民国代表团 第八分团 传星统军朗普德 大家好我是蔡孟真 然后也是同样在这次第八分团的 然后我也是传星的 好那一开始先讲一下你们想要参加的理由好不好 我的话就是想看看世界啊 就是感觉可以看到很多在台湾看不到的东西 结果真的有看到吗 但是美国真的超大的 然后对然后就是在营地都要走很久走很远 然后不知道是谁他们无聊去计算说 他们那天走了多少 他们走了12公里 有计算走几步吗 12公里大概多少步 好问题我不知道 我是因为就是第一次参加就是这种国际性的大陆营 就是想从世界的角度看各国 然后各国的同军怎么运作啊 他们的风俗 然后欢呼唱歌之类的 然后他们的同军 就是各国同军都会很热情 然后就是也是像这样第一次参加世界同军觉得很兴奋 你这样讲好像很像那个总会去考察的 你很像秘书长 来各国文化同军歌什么的 好我们讲一下模组好不好 你们这个你们两个参加什么模组 嗯 我记得我们有一天就是早起就是四五点左右起床去走到 从C营区走到A营区走一小时去排那个留所 就是树冠城的Canopy这样 然后我们大概六点多左右到达 结果那天十二点才开我们就在那边等了六个小时 所以你觉得值得吗 嗯 还蛮好玩的 算值得啦 嗯 就是 也感觉到那个 就是流下去的那种刺激感 还有那个风在你耳边刮过去的声音 嗯 要横跨一个湖是不是 没有就是在树冠城 今天穿来穿去 嗯 嗯 好那你参加哪个模组 我们第一天从 从营地走到伊伊营区的山上那边去参加列 列shotgun 列枪模组 就是他一整个山头都是属于 枪类型的模组 打靶啊 然后飞靶之类的 然后 到了 从早上一路到下午四三四点多 然后我们下山的时候怕来不及 可是遇到一个公车司机 就是他是说他要去休息 可是 就是 他刚好休息 然后就是刚好在我们下山 可是 然后他就没有再在别人 就是 他非常热心 那如果他不在你 你们会怎样 可能会 就是 比较晚到营地 很晚是不是 对 就是他很热心就帮你们 对 载你们搭便车 那已经是他的休息时间 嗯 我们来讲一些这个 看到 文化日那天 你们这个 你们两个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我是 我是负责 中午 然后 炒泡面 就是 炒泡面有技巧吗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就是像我们台湾这种 灌装的油用到的嘛 然后 所以就是用他们那边的植物的植物油喷 有一种植物油喷物 就是 就是 把锅 锅圆 就是全部都喷喷 然后就是 不要让 就是一定要喷很多 就是不然一定会碾锅 然后大概 炒 烫 一分钟 就是让那个面散开就好 不然再炒的时候 他就会过熟 过烂就对 对过烂 所以要煮到 先煮到有点半熟 对 再拿来炒 嗯 然后那个酱料就是本来泡面的酱料 就对 就是我们从台湾带去的微粒炸酱面 哦 他们吃起来怎么好吃吗 他们评价应该都是不错 就是都是被手空的 然后 到最后全部都煮完 中间还有一度不够 所以很紧急的就是在补 所以带去的泡面全部煮光就对了 对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负责教折子的 我们这次教的有那个指天灯 然后剪春籽 还有 嗯 纸做的造型的那种肉粽 对 立体的 嗯 立体的 吊石 就是这样方方的一个 嗯 方方尖尖 嗯 好 所以立体比较难对不对 肉粽 嗯 就是组的部分 就是 因为后来先 焦先 他是从三片的纸折 那个 折一折之后再组装起来的 后来发现 从头开始交太花时间 最后我们就是先把它折成半成 做一半的 对 所以这样就快很多 嗯 这样就快很多 然后材料还一度不够 嗯 其实说蛮受欢迎的 嗯 然后你们有看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吗 有哪些特别的 像墨西哥好了 就是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可以自由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大致上去跑一跑 有一些 各国的几乎都是 就是他们去food market就是那边的商区 买东西然后自己 就是直接弄 比如说 嗯 有他们有些自己带糖果 然后或是影区那边可以买个饼干 他们就可能就是摆在桌上 可是 像日本 嗯 嗯 他们就是 日本怎样 日本就是他们就是 弄饭团 嗯 然后有寿司 嗯 有寿司 有寿司 就是 類似饭团的东西 然后像墨西哥就是他们的墨西哥的 墨西哥卷 墨西哥卷 然后还有卷饼 然后还有他们的 酱 就是卷饼的酱 就是炒一些肉啊 所以走到哪就随便吃就对 对 他们都是招待 对他们都是招待 嗯 嗯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换纪念品 有没有交换到一些特别的纪念品 嗯 我实际 有一次就是我换到了一个比利时的帽子 嗯 然后蛮特别的是我原本拿一个部章 然后 然后我原本打算该换部章 就要他问我要不要帽子 你一个部章就给人家换帽子 对 你这样良心过得去吗 后来就觉得有点难心不完 可是他也走掉我也没办法 你没有当场再加码多几片不上 欸没有欸 嘿嘿嘿 那你有换到什么 我用一个 嗯就是我用台湾代表团的领巾 换到一个他们Eagle Scout的领巾 就是你们那时候代表团的 就是这个 然后就换掉 你那时候去多买是不是 对多买 就是要多买去就是多换一些别过的领巾 领巾换领巾 对我都在总共换到十几条 喔所以你等于是你买十几条去换 不是有一些是用 部章换 一些组合部章然后加领巾 就是自己做的领巾圈 嗯嗯 去跟他们换 有没有换到大的背包啊什么的 嗯背包 因为我们没有 就是我们团长就是不能换 规定 对不能换 除非有多买 嗯嗯嗯 就是怕你们换了之后 回来之后就很难看 标配都不要换 除非有多买 嗯嗯嗯 有没有交到一些特别情感的朋友 嗯 你们不是有那个吗 Nova 到处去逼逼逼 对 嗯哼 我是逼到了250几个 啊总有印象深刻了吧 你都逼一下就忘记了 有几个就是 加了好友之后有来聊天 只是 也没有特别 对 就君子之交淡如水 对 平水相逢 你加男生比较多还加女生 男生 你为什么不加女生 还是你害羞 还是他们 可是我害羞 没有主动来找你 可是我害羞 我们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有联团的 第二天晚上 嗯 嗯 你是说跟英国团 对我们隔壁 我们右边是美国团 左边是英国团 然后我们晚上有跟 英国团联团 对 然后联团是什么 交流 就是我们 玩游戏吗 我们煮我们的食物 就是食物 然后他们是煮他们食物 就是个 比较文化一点 偏文化 互吃就对 对互吃 跟我们讲一下晚上的一些活动好不好 那些表演节目有没有哪些特别 印象深刻的 印象什么 印象 嗯 第一天开幕是 他是指 就是请狮子 有一个电影叫狮子王 狮子王的主唱 里面的 主唱 就是从 山坡里路上唱下来 边走边唱 对 喔 唱哪一首 就是主题曲 主题曲 狮子王的主题曲 你们两个唱一下 我会唱 没有一两句副歌 没有他就是 很像原住民的歌 就是他在喊 不好唱就对 对不好唱 还有勒 不是有那个无人机吗 对那是最后 闭幕的时候 没有是开幕的最后 那是开幕的最后 到中段之后他有一个重金属乐团 然后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就是他们到中间 然后他们摆出一排 大概十几台的那个 果汁机 然后里面放的水量都是不同的 然后他们用果汁机打出那种音乐 超厉害 用果汁机打音乐 嗯就是像那种 就是例如说在玻璃杯里面加什么 然后拿筷子敲它那种 所以果汁机都插电就对 对 每一台都在转 然后不同声音 没有他们是 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 然后对 所以那两三个 很忙就对 okok 好 就讲一下你们有没有买什么特别的东西 额外再去买的 额外 我没有买啦 可是我看到有伙伴他买的那个紫色的外套 嗯 然后据说是防水防晒防风的 感觉CP值颇高 你们那个大陆营前后不是也去有一些参访吗 都没有趁机在美国买一些东西回来 我们有去Hersie的工厂 Hersie巧克力的工厂参观 有买吗 嗯 我买了他们那边的巧克力粉 因为比台湾 是台湾的半家 可是是不是比较甜对不对 比台湾甜 我是买黑巧克力 因为我也是要回去买给家人 就是不要太甜 最后两位有没有什么特别更想分享的 或者是在这次呢 你们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世界大陆营就是 这应该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东西 就是你觉得感觉很生气 就是因为你参加这个统军 然后你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让一些不同国家的人 就是感觉上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遇到的人 然后我们都聚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一起生活这样十几天 这是一个蛮神奇的事情 嗯 从陌生人突然变成好朋友这样子 共同生活这么多天 嗯对差不多 嗯好 嗯 嗯 我从私教育回来之后 我觉得接下来就四年 四年之后是在韓国对不对 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先开始学韓语 然后 你英文都ok了 已经准备学韓语了 就是编修 还有西班牙 然后法文 因为到那边听到他们的 不就是不只英文 对 就是英文也不是那么广泛 嗯 就是其他的语言像西班牙啊 法文啊 所以你企图心就是学很多国家语言 对跟他们沟通比较方便 换东西什么的 也可以比较融入他们的文化 可是你也没有很热情跟人家交朋友 你那个换了一大堆资料 你回来没有互动啊 我还没加完250个太多了 嗯 好谢谢两位 两位一开始先讲你们想参加的理由 好不好 我想参加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他是四年半一次 而且他就是听说他是只有 就是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世界的露营 就是这种世界的大露营 就是因为他是四年半一次 所以他那个年龄的话 如果你超过的话 他就是变成说不是露营团 是服务团的 然后之后因为我有一个姐姐 然后他就没有参加到 因为他就是刚好就是没有报到 然后我跟我妹妹就很想要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报名参加看看 然后他的活动就是也比较多元 而且也比较特殊可以交到比较多朋友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这次不参加 你就会变大人是吧 嗯就变成是服务团的 对 好你呢 就是在应该是2015年的暑假 有参加过芬兰的大露营 嗯 然后觉得很有趣 然后可以交到就是不同国家的朋友 然后就想就是有多一点经验 哇两次两个地方都很远耶 飞兰跟美国 嗯 你都挑这么远的国家参加 就是刚好那时候有 可是2015不是日本大露营吗 你那时候没有想参加日本的 就是团 团里面是去参加芬兰的 哦 你跟着团走就对了 嗯 嗯 好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些模组好不好 你们 嗯 你们两个个人是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模组 活动 哪一些 哦就是有参加 嗯 嗯 滑锁吗 那个吗 嗯 就是其实每天都不太一样 对啊 你们每天都过什么日子 都自己安排 嗯 就是刚开始是先去设计 因为它比较远 然后要搭一小段的车子 嗯 然后 之后 就先去那边 然后过几天之后 哦 因为我们有安排一天就是玩水 因为如果玩水的话 那个身上湿湿的这样 然后我们就一整天就是穿着泳衣 嗯 然后就到处玩水 所以是你们自己那几个人安排的就对 嗯嗯 安排一天全部都玩水 对对对 嗯 好 那我们 哦我们是很刚好 我们就刚好就是第一天去的时候 那时候都还不熟悉 然后我们是有安排是去就是去逛一下 因为那边有就是文化村那些的 嗯 然后结果我们刚好就是有拍到一个是 呃 后来很多人就是那个滑锁 就是那个 你们乱逛就不小心走到滑锁的地方 然后就完了 对对对对 就这么刚好 而且第一天刚好人比较少 哦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 对然后我们就比较快 然后后来消息传开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半夜要去排队 所以你很幸运了 对 嗯 呃 讲一下你们有换到什么特别的纪念品吗 嗯 我有换到一个国外的他们好像 我我其实我不太确定他是哪个国家 就是他们那个传统服装的头饰 嗯 然后之后他们有教我们跳一段舞 然后他其实是要搭配他服装 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可以换到 对 所以我就只有换了那个头饰 然后之后他也有教我说 呃 戴那个头饰的时候是要跳怎样的舞这样 所以你头饰然后都学完了你还不知道他哪个国家 因为他他他没有跟我讲 啊好那你猜是哪个国家 我觉得好像是墨西哥 因为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有在查 嗯 就是因为那个图片很少 然后我就就是好像是这个国家 你没有跟他交换资料直接问他吗 没有欸因为我们就只是 我就只是跟他换 然后那时候呢 那个我就很开心 就很兴奋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那个头饰 然后之后我就有问他说 哦那那个这个头饰要搭配怎样的舞蹈 然后他就有教我这样 所以你太兴奋就忘记交换资料就对了 对对对 嗯 那你有换到哪一些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戏服 然后我们我有用戏服 把戏服换出去 我换到法国的制服 嗯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他是 是那种 长袖衬衬衫 然后他是 就他很特别 他袖子可以 有一个扣子可以整个卷起来 就是 再扣起来 对对对对 就长短两用就对了 所以你占便宜欸 你拿人家 你拿戏服是T恤吗 不是 是我们整套那个裙子吗 汉服吗 哦 就是我们表演的戏服去换 所以你是表演换掉 还是表演权就换掉了 表演后才换掉了 嗯 所以很少人把戏服换掉吧 也有一两个 还有人拿去换那个日本的浴袍 你们那个戏服是要表演什么 我们有一段戏曲 对就是 什么戏啊 不是我们是用一首歌 然后来呈现那个故事 就霍言甲嘛 对对对 就呱虎嘛 你们就是呱虎的戏服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没有去讲话之类就是 就是有一些动跳舞 是跳舞 反正鸽 экспеди TO they 不, Frick, I would唱 连副歌都不会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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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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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Bruyling 哎呦你們那個要跳你們總是要熟那個旋律啊 熟那個歌詞 你們怎麼現在回來不到一個月就忘光了 就是那個因為我們是在算拍子的 然後就是拍子那個就是音樂一放 所以他唱什麼你完全不管 你打你的拍子就對了 因為我們要跳很緊張 而且而且他其實不是很清楚 因為他感覺那個有一點 Rap很快 對很快然後所以我們就五六七 然後趕快衝出去然後跳這樣 好那我們來講這個朋友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認識一些外國的特殊感情 有沒有外國朋友特別想跟你們交朋友 因為女生比較吃香對不對 嗯算了 對啊你就講嘛有沒有 其實其實我覺得還好就是都差不多 只是他們他們對就是 嗯國外的人就是會比較熱情 可能他本來就很熱情 嗯 然後我們也是外國人 然後之後他就跟我們的互動可能會再多一點 或是對於那種我們的文化比較好奇 他們最喜歡問你們什麼問題 很好笑一點就是他們每次就我們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講台灣 然後他們就會非常的驚訝 完全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有些會說是不是泰國 因為他們都會把那個陰稿混 然後還有一個人 喔台灣跟泰蘭 對然後他們有的還跟我們講說 就是他喜歡那個椰子汁 然後我們就在想台灣怎麼會有椰子汁 喔他要跟你套交情 他很熟泰國就對了 對對對他很喜歡那椰子 然後我們就很尷尬 然後我們不是這樣子就很尷尬 然後他也很尷尬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想說 算了不要再聊下去 他就趕快溜掉了 因為挺尷尬的 聊錯了 不是很多人會以為我們是這個大陸的嗎 也有人問 我覺得這好像還好 遇到很多是問韓國 是嗎 我有遇到問韓國 因為我們這個臉孔跟韓國 日本很像就對了 對還有香港 香港應該去蠻多人對不對 嗯蠻多的 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很少數國家的人 這有些就是因為大會的時候 然後都會說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嗎 然後我們很多都好像沒有聽過 然後連這個國旗長什麼樣子 我們也不知道 就會說這國家是在哪裡啊 然後我們都不知道 感覺好像很小或是很偏僻之類的 嗯嗯 嗯有一個國家的國旗還跟我們長得很像 就是也是藍色然後紅色 然後 好哪個國家 就是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真的都沒有聽過 就長得很像 對 講一下你們晚上都在幹嘛 晚上就看表演而已 他晚上會有一些活動像那種拍卡的遊戲 就是在我們那個C分營區的帳篷那邊 嗯 自由重關就對 不是重關就是會很多人過去 然後可以自己帶自己帶牌過去 然後跟人家交流 那邊會有桌子 嗯 就是那邊就是設就是有點像那種桌遊區 然後大家帶著自己的去玩這樣 交流 自己帶自己的東西去跟人家玩 對 或是跟教他們玩這樣 對 那就等一個類似社交區就對了 那你們晚上沒有去看表演嗎 有也有那種就是一樣C分營區的那種 像派對那樣就演唱會那樣 然後大家去那裡一起狂歡這樣 嗯 好像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就是那個團體 然後他們在其他分營區也有表演 只是因為就是輪到我們的時候 然後就剛好那個 累積 對有累積 累積警報 對然後我們就還沒開始 然後就被結束了 然後還有人就是被卡在那裡回不來 累積警報要幹嘛 就是他會叫我們躲 全部躲帳風 對對對 然後叫我們不要走動 對 他會 因為我們那個大會有一個APP 就是他會 然後手機就會跳出通知 然後就會告訴你說現在是有累積 就像我們萬安演習一樣 這個演習警報一發大家要進空就對了 馬路不能走了 接下來我們來講那個 那個美國食物好不好 你們在那個 如果輪到你們小隊 你們都買什麼東西回來 我們喔 我們 因為就是剛開始去的時候有一個菜單嘛 然後我們都是原本就是按照上面的 採購 對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開始吃你那種食物 就亂買 對我們就通常就說沒關係就隨心所欲買 然後想要做什麼然後就買什麼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想說看到這個感覺就是可以搭配什麼 然後一起炒一炒然後像台灣熱炒那樣 就亂煮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是自己用自己的創意然後去買 然後因為那個因為他食材有限 所以有限沒有 然後我們就會把多餘的點數拿去買餅乾啊或是牛奶 因為他們那裡牛奶真的很好喝 然後我們就只要就是一去然後肯定大家都會爆五六個牛奶回來 是又便宜是不是 沒有他是點數 是用點數換的 我知道啊 所以他點數比較少是不是 也沒有 也沒有是因為他點數都是給很多 然後我們就會多出來 對我們就會多很多出來 用不完然後就亂買 對 就一些乾糧就是那種可能有時候去玩 就是去走行程 隨身攜帶就對了 嗯嗯嗯嗯 然後你們有買一些甜點嗎 不是有什麼水果杯 我們沒有買 有我們有一天晚上 跟人家交流的時候 我們有買那個 那個那叫什麼算市場嗎 那個超市賣的那個麻糞 不是那叫什麼 那個巧克力蛋糕 那叫就是麻糞 不是他是麻糞 他是麻糞還是不是 也有麻糞 就是他叫麻糞 但是他的中文就是麻糞啊 就音很像就對了 對 反正就是一個蛋糕 然後什麼顏色 黑色 對那他有很多種口味 嗯嗯嗯 好你們有沒有額外再另外買哪些東西 額外 在他們的供應站或是在美國其他的這個行程裡面 有沒有額外花錢啊 哦哦你說去美國有買其他 哦我我都是買一些那種餅乾或是糖果 因為就是台灣其實也有賣那個那些餅乾跟糖果 但是因為在那邊買很便宜 然後台灣很貴 嗯 所以我們就是去那裡的時候 超市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 然後就全部都把它帶回來 就全部都掃下來 然後要拿去那就是帶回來台灣 嗯 到現在呢 到現在還留著一些 因為因為就是很好吃 然後也知道那個口味是怎樣 就是不怕踩到雷啊之類的 然後之後我們就帶很多回來 然後有些是我們有在那裡嘗試 就是因為我們我們不同行程 對 然後之後我們就是有去便利超商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個一個餅乾 然後我們就是看包裝感覺就很好 它是一個洋蔥圈餅乾 嗯 然後在台灣我沒有看過 然後之後我們就想說 好吧那我們就買回去嘗試看看 結果 結果真的蠻好吃的 哦哦 對就是感覺就是 哦好險沒有踩到雷 因為我們那個包裝其實蠻大的 然後它也沒有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哦好那沒關係就嘗試 反正大家分著吃這樣 就它比較大包就對 對對對 而且蠻特別的 嗯 那妳有沒有買什麼 哦我有買 他們那裡的泡麵蠻好吃的 他們是那種小杯小杯的 然後有很多 杯麵 嗯嗯嗯嗯 然後還有他們的品客 那個洋芋片 他們有些那邊賣的口味 台灣沒有賣 就是有些很酸的 酸奶類的 嗯嗯 對 就特別口味就對了 對比較特別 好 最後講一下你們這次 有沒有哪一些收穫 我覺得 就是多就是 就是要有有些東西 就是像不管在營地還是在外面 就是感覺就是要很大的勇氣 才有辦法去做 交朋友 對就是因為都是在不熟的地方 然後都講 講那種 可能在台灣不常講的語言 就是英文嘛 就是在台灣就是大家都講中文 然後去那邊都講英文 然後就是要 就是 而且你面對的 又是那種不熟悉的面孔 然後你就要 就是一直深呼吸 然後跟別人講 然後又怕講錯 可是你們不是自然英文好的跟不好就配在一起嘛 自己就變成一個小圈圈 是會啊 但是你自己也想要講 因為畢竟那種機會很少 而且又加上說去哪裡的時候 然後有些比較危險的那種活動 然後你就會一直想確認你這樣子是不是對的 所以就要用英文問他對不對 對 因為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要做的時候 然後就是幫你翻譯的人又不在旁邊 然後就只有一個 很緊張 對會很緊張 然後之後 那個玩一些像留所啊什麼的活動的時候 你也會 就是 就是你要比較多勇氣才去 才敢玩 然後又想說 因為去到國外嘛 然後這個經驗也很難得 所以你就會想說 我一定要鼓起最大勇氣 然後去玩這個活動這樣 就拼命找人講話 對 然後就會 告訴自己說 沒事沒事 就簡單而已啊 就是這樣講 不過應該 一開始還是有點怕怕意思 到最後就很high了對不對 就挽開了 對對對 到後來就會覺得說 欸這好像沒什麼 然後會一直說 欸你趕快去玩這個啊 這個很好玩 然後 如果看到有人不敢玩 你就會一直想勸他說 啊趕快去玩 沒有怎樣 其實還好啊什麼之類 就一直想勸他這樣 所以你是勸你的那個 瑞宇嗎 沒有我們不同小的 對 瑞宇你咧 就是其實他們 因為就是不同國家 然後他們有些 他們的母語也不是英文 所以他們有時候 講英文的時候會有一種口音 所以你有時候就會聽不懂 他在說什麼 就他說很久 你才發現是英文 對對對 然後你就想說 他在跟你講什麼 而且有時候 我們玩那些設施的時候 他們那些就是 幫我們穿裝備 這些服務的 IST 有些IST是 比較年長的 然後他們講話就會很小聲 然後有時候很快 然後你就會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然後你就會很怕自己穿錯 然後什麼東西用錯 所以這是你 感受到這個語言的重要就對了 好謝謝兩位